為了進一步做好疫情應急處置任務 國家已祖派醫療隊援助上海 首批來自江蘇、浙江、安徽的醫療隊 已先期入駐方艙醫院開展工作 4月3號 天津、河南、四川等地的 援護醫療隊也陸續抵達 他們將投入核酸採樣和方艙醫院治療等工作 下午 在紅橋火車站的1號站臺 滿載著天津醫務人員的動車緩緩駛入 在我身後 天津援護的醫療隊剛剛抵達紅橋火車站 現在他們通過大巴直接趕往駐地 未來他們在上海將參與到一線的核酸採樣 包括方艙的建設和治療過程當中 本次援護的天津醫療隊基本都是整建制前來支援 我們天津市各大醫院的包括衛健委都派出了醫療隊 對 醫護包括院感的都有 我們非常有信心 一定會戰勝這次的疫情 下午2點多 低價河南援護醫療隊包機降落在紅橋機場 機上除了搭載醫護人員 還有核酸檢測所需的物資 下午 海南援護醫療隊也抵達海口美蘭國際機場 信心滿滿 種植生成 一定能夠完成任務 上海 我們來了 大家以這個飽滿的精神狀態 堅決服從我們上海的工作的安排 下午3點半 醫護人員分批起程 下午5點多 從成都飛來的川航8965航班降落在浦東機場 這架空客330飛機搭載了四川援護醫療隊隊員 這是當天首個抵達浦東機場的援護醫療隊包機